爱越深,担心就越多 师父好 我最近梦到一个墓碑上写着三岁小儿子的名字 但是儿子当时是睡在小床上 请问师父这代表什么意思 有时候这种爱之深 责之切 就是古人这么说 因为有时候你的爱太深之后 会有很多就是 担心这个孩子的未来 他的人生安全 有些现在孩子比较少 很多父母亲只剩一个两个 最多生三个 现在就是大人多,孩子少 所以我们对孩子的关注力会很强 当越强,这种爱越深 爱越深,担心就越多 我相信几乎所有的当代的父母亲 都曾经担心过自己的孩子养不大 有人担心过吗? 你们在座的母亲类的都担心过,对不对? 担心的不止一次 但是并不像他 像半梦半醒之间 好像看到孩子的墓碑这个感觉 所以我们在解释的时候 我第一个解释就是说 爱太深 就会产生过多的担心 这种潜意识的担心就很冒出来 第二个解释是说 那个孩子会不会有灾呢? 我不知道 所以在菩提禅堂里头说 做一些功德呀 去素佛今生 在很多寺庙 比如说去摘地穷人 或者是供灯、供佛的 说这个会不会对孩子有帮助 不知道 这完全是靠自己的一种感觉 就像说我做了这些善事 是不是灾祸不发生了 不知道 但是不是爱太深 我就每个人都能够 恍兴呼吸中能看到 有这样一个像墓碑呀 这么一个令人看起来 挺悲伤的一个景象产生 那如果你真爱他 敬开为他去做功德 不要问那么多 我们希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噩梦 那你说既然是噩梦 我干嘛去要花钱 我干嘛去要做供养 我干嘛去做那么多的布施呢 我觉得至少让你成为一个善良的人 假设说这个梦是叫我做到了 我宁可浪费这个钱 多做功德 我宁可去这么做 因为我爱我的孩子 那你要怎么做呢? 我希望你能尽量 不要让自己有遗憾 宁可多做善事 这是我觉得比较正确的一个选择 一切都要说 那你还能真是想要 ho invственно 那我养得要做了 你应该 Arctic 在某一心 我们在予核心 我们在某一心 我们在某一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